淡水区台二以中正路到渔人码头人行道 换上了新的风貌 新北市政府除了翻新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之外 也连带把护尾一纹休闲园区旁的绿带改造 提升景观环境品质 新北市角侯又宜日前特别前往淡水市 查台二以中正路到渔人码头人行环境改善工程 除了翻新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之外 包括护尾一纹休闲园区旁的绿带 也一并进行了改造 更立化更优质 然后游客来这里旅游的时候更舒服更安全 整体工程已经在去年年底完工 在翻新既有人行道的同时 还将人行道拓宽 在空间足够的地方采用分道的方式 希望建构安全的人行自行车道系统 第九方间海灵锦鱼淡水采访报道